近日由比亚迪制造的纯电动K9大巴车彻底火爆全球 直接占领了全球一半市场 并且美国当地的司机也表示 现如今中国制造的车子真的太好用了 那比亚迪汽车现如今为何如此受欢迎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我们都知道比亚迪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这种进步不仅在家用车领域有所体现 在商用车领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全新款式的比亚迪纯电动K9大巴车 整体性能表现相当出色 这款车型将会拥有超过45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同时还会拥有最新的冷暖空调系统 而且在车辆的行驶状态以及行驶舒适性方面 都要明显优于传统的燃油版车型 尤其是给乘坐人员带来的舒适体验将会明显地提升 BID电动巴士 可以说是全球最著名的纯电巴士汽车 自上市以来 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 其下K系列纯电巴士更是高达480万人民币一辆 即便如此 也没能阻止全球客户对它的追捧 近两年来 世界多家知名车企都面临销售压力 一些品牌甚至出现亏损的局面 比如韩国现代汽车 美国福特汽车 法国标志汽车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在此危机下 以上车企纷纷减薪裁员 同时关闭非必要的生产工厂 以此来是自身度过本次危机 不过 比亚迪汽车却反倒是一路迎难而上 不断保持着增长的趋势 比亚迪在电动巴士领域 连续三年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势头 订单更是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 其中 2022年初美国洛杉矶政府一次性采购了134台 比亚迪电动巴士 荷兰最大公交集团凯奥雷斯订购了253台 除此外 还有挪威的公交公司订购了78台 瑞典的一家公司79台 之后的2022年中 比亚迪电动巴士更是迎来了大爆发 年初获得了哥伦比亚政府的596台电动巴士的订单 而这也是比亚迪近几年中所获得的最大一笔订单 以上销量合计超过了1000辆以上 由此便能看出 比亚迪汽车的实力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值得一提示的是 比亚迪为美国制造的K9电动车属于单独定制版 该车型配置有双动力电机 单电机恶定功率75千瓦 双电机可提供相当于204匹马力传统内燃机的效力 其牛居可达700牛米 配置600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 为车辆续航空调辅助控制提供能源保障 采用交流充电方式 车身以及蒙皮使用铝材质 降低整车重量的同时具有优秀的防腐性能 采用全动道一级踏步地地板设计 配置前二后四空气气囊悬挂系统 具有豪华旅游大巴的舒适性 对此美国一位司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现如今中国制造的车子真的太好用了 目前比亚迪为美国定制的混合动力 与纯电动均有使用 其中比亚迪纯电动客车是其中主力车型之一 比亚迪的纯电动客车在环保等方面 对于美国城市绿色发展有着很深的意义 相关数据显示 以新能源车辆与常规燃油车对比 前年将减少一氧化碳排放1285吨 减少氮氧化核物2238吨 减少碳氢化核物27.4吨 减少有害颗粒物306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372吨 此外 在中国市场 比亚迪的安全性 环保性 性价比等方面都深受消费者的认可 这也是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 然而 比亚迪进军国际市场并非一世 比亚迪才开始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并不理想 主要原因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偏见 同时 企业在自动驾驶 智能座舱等领域的技术之后 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加强国际市场推广 提高消费者信任度 同时 政府也需要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企业在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创新 只有这样 中国制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 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 中国制造的成功离不开 中国市场的支持和企业的技术创新 但在进军国际市场方面仍需加强 可能有人会想到 为什么美国拒绝中国高铁 却热烈接受比亚迪电动汽车 中国制造从过去的山寨 劣质到现在的创新 高智 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也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尊重 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代表之一 刚是在国际市场上发光发热 除了美国之外 荷兰与比亚迪公司的合作 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十年前 荷兰机场就采购过一批比亚迪电动巴士 这些电动巴士专门用作荷兰机场的百度车 因此 一些荷兰比亚迪巴士驾驶员 对比亚迪巴士汽车有着很深的感受 这些司机都一致认为 比亚迪巴士具有两大明显优势 第一是动力系统 众所周知 比亚迪是一家以电质技术起家能源公司 成立之初 许多人都不看好新能源的发展 而王船福却始终没有放弃 同时还不断加大了研发力度 1997年 比亚迪电质技术大获成功 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 此后一路高歌 先后拿下摩托罗拉 诺基亚 三星等一众知名品牌的电质供应订单 2003比亚迪进军汽车领域 第一款自主研发的车型比亚迪I3刚一上市 便收获市场大量好评 并一跃成为当年销量最高的国产汽车品牌 现如今 比亚迪纯电动巴士已经累计运行里程超过2500万公里 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整体实力 根据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数据 比亚迪占据了中国市场超过20%的份额 为企业的技术研发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 比亚迪陆续推出多款车型 并且加大了电动汽车的研发 从2009年起 一大批性能优越的比亚迪电动汽车纷纷上市 比亚迪I3DM 比亚迪电动80K9 比亚迪汤 比亚迪汉 每一款都堪称经典车型 以上车型之所以被大众认可 就是因为比亚迪的电池技术 如今 比亚迪的电池技术全球领先 尤其是比亚迪独创的刀片电池 远远领先同行 就连豪华品牌奔驰都不得不选择 与比亚迪合作来加速自身的转型升级 由此 便能看出比亚迪的电池技术 确实是非同反响 第二是比亚迪的完整产业链 国外许多客户在选择一个新品牌时 首先会看这个品牌的产业链是否完整 如果只是单纯靠花钱购买技术 然后再组装进行销售 这种品牌是不具备竞争力的 而老外肯定也不会购买这种公司的产品 比亚迪是真正意义上的 具有完整产业链的汽车品牌 从最初的电池技术开始 一步步储备技术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迭代升级后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如今比亚迪已形成了从汽车零部件生产 核心电池技术 整着智能制造为一体的超级汽车企业 去年比亚迪的年销量达到了73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为59.37万辆 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名 而这一切都与比亚迪强大的产业链密不可分 除以上优点外 国外客户也提出了一些比亚迪的不足之处 比如比亚迪的设计风格 很多国外客户都认为比亚迪汽车的外观设计有点老气了 尤其是在轿车方面 和欧美汽车炫酷的外观对比 比亚迪就显得落后不少 除此外 比亚迪的宣传也非常少 在国外的机场 火车站 商场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是大众 宝马 丰田等品牌的广告宣传 几乎见不到比亚迪汽车的广告 而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客户的认知 他们会认为比亚迪是一家新品牌汽车 可能实力并不怎么样 通过以上信息 我们便能知晓 比亚迪在国外虽然取得了不俗成绩 但还得继续努力 争取做到全方位超越德 日 没等过车企 不过以向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比亚迪的市场竞争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已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认可 如今 汽车行业正在加速转型 一些国家甚至推出了去燃油车计划 在此变革中 德 日 美等国车企纷纷加紧布局新能源领域 而这 也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带来了新机遇 或许 在这一次的变革之中 中国一众新能源汽车集团 将会完全改变现目前的全球车市的市场格局 我们相信只要在战略方向 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等方面持续努力 中国制造一定能够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